再来看一下,再来把画面我再切一下 那最后的话呢,我是希望说可以把那个TQC官网这边的资料 123,123分别把它存档 存成一个Excel好了,就123,ABC3,三个栏位 OK,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档案 怎么做?第一个的话,一样做爬虫 所以呢,爬虫部分的话,当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Request 结合Beautiful Sub,所以这两个搭在一起 就非常的好用 那Request主要是把他的网址 放过来,所以这个网址基本上就是上面这个网址 把这个网址复制贴到这边,就是Request.get 把网址里面的原始码抓下来,所以其实 Request里面抓到的东西就是原始码,就这些东西啦 OK,其实说真的我们 不需要 从头到尾去看他 那我们怎么样找最 最快的方法去把我们需要的资料抓下来,那就透过Beautiful Sub 所以再来的话呢 透过Beautiful Sub 解析之后 产生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基本上 因为我要抓的东西基本上 总共会有刚刚三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是DIV 然后 逗点 第2个就这一个 你可以点两下复制也可以 它这个点两下之后你可以Ctrl C 按右键或复制也可以,这边可以复制 所以呢第1个 我们就假设 这个 然后第2个的话呢 这边按右键 这个应该就是 不会有时候点左键它会跳连结 它其实在这边有个查 按右键 检查 那这个的话是H4 这个的话是一个small 所以呢我们一样按照这个方式 分别把这个 需要的 程式先打上去好了 Request 然后抓资料 第2个就是Beautiful Sub 所以这四行 主要是Request跟Beautiful Sub 然后再来就是抓 第1个 第1个标题我把它放在List1好了 然后 因为它不止一个 所以我用FindAll FindAll里面的话DIV 跟第2个的话它的class是这个啦 贴上 OK 其实用Ctrl C,Ctrl V就可以 然后再来就H4 不过H4可能会有重复啦 当然我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假设没重复那就用H4 如果有它里面有class 不过看起来它的网页里面 它这个里面是 没有那个 没有标签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H4 就没有class 除非说它有重复的话 那可能就在想别的办法 然后再来就small OK 所以分别抓第1个 串列第2个第3个 然后也就是说呢 分别把 第1个串列里面是放上面的名称 那第2个串列 等于是说这个是第1个 第2个第3个 那如何把它们全部 分别的把它做输出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回圈 你可以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其实从0开始 0逗点 0逗点我讲过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去掉 就是可以省略 然后呢 输出到哪里停下来 到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其实你可以用LEN 然后把LIS1放进去 那你用放LIS2、LIS3 其实都可以啦 因为它们总数都一样 好 那再来的话就分别 把 这个1 的第1个资料 的文字放进来 然后再第2个第3个好了 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这样看起来好像输出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分别就是什么呢 第1个是建筑 然后就这个 它的 中文的证照名称 英文的证照名称 然后换下一个 第1 这个它的 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因此类推 它里面有建筑设计 工程设计 跟电路设计 软体设计 然后试传设计等等 那假如说呢 最后我希望 把这个清单 把它存成一个CSV的话 那其实做法就跟刚刚那个 Jackson转 转那个CSV 到底是一样 第1个的话 就是在上面 4回圈外面 可以再加一个 S 等于空的 那里面要不要加标题 不加也没关系啦 如果这个地方我不需要 栏位名称的话 那我就空的 但如果要的话 那也许我们可以给3个栏位名称 第1个栏位名称 也许我给什么 我先懒得去想 我也许给ABC好了 第1栏叫A 第2栏叫B 第3栏叫C 然后呢 换行 斜线N好了 然后换行A 然后呢 再把资料 把它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就跟刚刚一样 S 等于S自己本身 然后串 D栏 就是List1 然后List2 中间加豆点 当然你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Format 我们刚刚是用Format 如果S 等于 S 加上 如果用Format的话 就是 三个栏位嘛 第1个栏位 第2个栏位 第3个栏位 然后后面加反斜线N 然后再加Format 两个方法都OK 不过我相对还是比较推荐 你用那个 Format 感觉会比较 比较起来的话 会比较清爽一些些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然后把这边改一下 1 这个是第2个 第3个 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存档 存档就是开一个 比如说 Open一个档名叫 TQC.CSV w 然后把S 给写过来 这个 这个也许 我把它 注解掉好了 用Format好了 这个是 123 123 放过来 然后换行 最后存档 把它执行 OK 那这边是因为我这个档已经开起来 所以它会有permission错误 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关起来 所以permission 如果是permissionL的话 通常是因为你档案正开启 它写不进去 所以我把它关掉重新执行 这样就没有错误了 那当然呢 我们在根木底下会有个TQC 你把它点开来的话 那理论上 这边看到结果 就可以看到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我刚刚少了一个 点Tex 如果没有点Tex 你会发现 它就会把标签 也都加进来 所以最后的话 这边应该是 多一个 点Tex 没有加 有没有 这个属性 没加的话 它变成说 它会把那个 里面的那个标 Tag的标签 也都 把它加到 那个资料里面 这个把它再加一下 点Tex 再执行一下 那因为它是W模式 所以会覆盖 因为一样 这个把它关掉 再执行 然后再开起来 打开一下 OK 这个时候的话 就 没问题 那栏位 A B C 那它的那个什么 类别名称 哪一种 哪一种 考试类 这个分类 然后哪一个 考试名称 中文跟英文 然后下一个 一直在推 这样的话 就可以很快 把需要的资料 把它扒取下来 不然的话 假如说你今天 一个 每天都要抓 网页上的资料的话 那变成 你就是要 涂法链链链链 那假如说呢 那个网站 可能你要好多个页面 那你要花的力气更多 那透过这个方法 其实 不太需要 太多的技巧 主要就是说呢 通过 request BeautifulSuite 这是应该固定的 网址可能就改一下 然后呢 再去找它的 Tag class 如果有的话 有class 一定要有 Tag OK 所以 用file 因为不止一个嘛 file 分123 然后再用for回圈 把资料 全部抓下来 再把它 串成 一个字串 然后写到 档案里面去 这样就OK了 当然如果你要存成资料库一样 就是 再把它insert into到资料库 那就 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 这个地方 TQC Plus的官网里面的资料 试着把它扒取下来 存成csv